学生占领立法院今天已经第十五天了 现在呢 据传每一个人要进立法院 都要让学生检查身份证 这让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 也是竹联邦精神理秀白狼张安乐 没有办法接受 痛批学生违法 就在今天 他要号召劳工团体两千人 攻占国会议场 跟学生团体对话 警方今天确定也会在立法院内外 派出五百多位优势警力 区隔双方 避免两方人马会发生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